原来是箱子大饼 来 我们这边看一下 这个快递刚刚拿到的 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鼠标电脑外线 哇 而且电饭锅能插头 看到没 一两个光 这是送的那个鼠标电脑 好像是游戏 我买了一台电脑 还有货吗 没有 没有 看一下 这是给大家 新天的设备 哦 马里 马里 轰满 这是给我想象中的 这台电脑好大 巨弗霸 这是我人生当中用的最大的一台电脑 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脑 哇 这台电脑是我买的配置是40核的 它的CPU现成是40核的 然后 显卡 显卡我选的是4G 然后内存是32G 然后 硬盘是480G的固态硬盘 哇 看一下 来 倒下来看一下这个机子吧 滑 滑南金牌 两条16G的内存就是32G 硬盘呢 它是一个小的SD卡的硬盘 480G这么小的那种 有没有螺丝刀 找个螺丝刀呢 用螺丝来扭了 嗯 这里要螺丝刀 这里要螺丝刀来扭 先把这个显卡给它装上去 显卡的螺丝 等一下回去先装系统 装完系统之后看看 怎么样 这就是我在网上面配的这台电脑 刚才的配置呢 大概也跟大家讲了 我们现在用于做这个视频渲染 因为现在呢 做视频的软件 它呢 对于电脑的要求配置里 越来越高了 这个大概是花了 花了好像是4000多一点点 4000块钱 这么多一个配置 大家觉得怎么样 40车的CPU 16G的 32G的内存 4G的显卡 大概是这样子了 主要的部件了 所以呢 我们呢 这个电脑值不值得 大家 给我们下方留言评论看一下 好了 那我们今天视频先到这里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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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